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再开记者会炮轰中东景的沙皇争议 中东景这边也是不甘示弱回呛 说民进党的立位周周抹黑 好 双方隔空互杠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好 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刘世芳 孟琪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左手边欢迎到的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孟琪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欢迎到的是民进党新北新议员候选人 山田摩依 孟琪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北新议员候选人陈胜文 孟琪姐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 大家真的都很好奇高宏安神秘助理Jack的背景 孙任踢爆这件事的是国民党的林庚人 不过现在传出泄漏消息给他的就是民众党自己人 好 距离选战还有二十几天 民众党就窝里返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南下新竹力挺林庚人 破除蓝白河的气宝传言 林庚人连日来攻势猛烈爆料对手高宏安 聘用男友担任立院工匪助理 对手提出质疑高宏安男友理性男子的身份 也哭之欲出 高宏安的男友被报寄生国会 传出消息来源就是来自民众党内部 不只把消息给了林庚人 甚至十月中旬已经向调查局检举 爆料人取得高宏安男友的收入单据 一份是立院助理费薪资 另一份资料来自国内某大型知名企业旗下的基金会 高达六位数的收入 庞大收入是不是经常性薪资 是不是来自这个基金会 国会公非助理兼职 有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相关疑点北极站正在调查 周二检举人已经赴调查局应讯 面对外界的问号 高宏安早上没有现身 只透过一纸声明稿 表示交友属于个人隐私 只能跟大家保证 没有违反法律或道德 高宏安强调已经整理大量证据 证明这位前助理在任职期间 确实执行许多国会立委助理的工作 合法合规领取该有的薪酬 会主动提供检调证明清白 高宏安还预告 日营高层将关切检调调查进度 你应该告诉大家交代清楚 属于公领域的跟秉德的一些相关问题 不要再逃避 也不要再模糊焦点 高宏安争议连环报 新竹市长选战进入倒数 攻防也越来越激烈 国民党建议林耕仁 是警咬这个高宏安男朋友 疑似有寄生国会这样子的事 讲到立法院的部分 我要先请教我们的市方委员 委员应该有好几位助理 我们等一下来补充 先来看到这是林耕仁 前几天开记者会秀出的资料 他说这个情形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因为立委高宏安 跟被指控的这位理性助理 两个人的手机还有email 通通都一模一样 这种情形真的是非常罕见 那另外就是根据今天 这个平面媒体的报道 说根据掌握这个爆料人 曝光高宏安男友的收入单据 一份就是立法院的助理薪资 另外一份是在知名企业 旗下基金会的六位数的收入 那这个如果说这一份爆料属实的话 那看起来原本大家在想说 他是不是立法院 偷偷去兼别的工作 那现在看起来六位数 这感觉上来讲比较像是正值 那在我们节目进行之前 今天高宏安有派发言人 录了一段影片给媒体 我稍微念一下 高宏安的发言人是说 这位理性助理的上班的状况 人证物证其实都一切有合乎法规 那高宏安阵营接下来也会整理出来 再来告诉大家 所以高宏安阵营说 这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诈领助理费 他们一切通通都是有凭有据的 那我要请教释方委员就是说 其实今天不是大家在八卦说 他们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 是不是男朋友 是不是老公 这完全都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 大家想问的是说 这一名理性助理在立法院 到底有在做事情吗 还是说领薪水 那薪水到底浸到谁的口袋里面 这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在立法院里面 聘请助理有两种 一种是公费助理 一种是自费的助理 那因为我们国家给的这个经费 没有那么多 所以大部分是自费的这个助理 比较多 那公费助理他就比较严格 所谓的公费助理 就第一个 他必须要全职上班 所以这个举证的这个资料里面 如果有证实说 他在某大型这个知名企业旗下 领到六位数的这个收入的话 我们比较会觉得说 这个六位数的收入的人 去担任一个公费助理 是不可能的 助理不可能超过10万吧 不可能 超过10万就差不多 跟立委差不多了吗 六千七千以上 大概不太可能 那重点是在 譬如说手机号码 或是没有 那大概是立委本人 他尤其是还是未婚 他可能不愿意让他私人的手机 暴露在这个通讯录里面 所以我们很难去想 想是大概会有什么不适切 这常常会发生 但是公费助理 这个部分就是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呢 在当这个民意代表 包括市议员也是一样 你的公费助理是非常严格的 在立法院里面 如果你报的是公费助理的话 第一个有旋转门条款 然后第二个你公费助理 领多少钱的话 就直接由立法院 就汇到他的账户里面去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新闻才会讲到说 民众党内部有人 上个月已经跟调查局检举 那调查局呢 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今天又发交给北部地区的机动工作站调查当中 也就表示说 他可能要从他的薪资收入去确定一下 他这个人有没有是全职在立法院上班 而不是说领了钱 然后就走人 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说 不管领公费助理 就是要非常的小心翼翼 来处理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 曾经有涉案 大概的已经 我先找到的是前立委李沁华 他曾经就是诈领助理费532万 那这个也是被我们的司法单位 就是说不管是定验 然后他后来逃跑等等 跟大家讲一下 那目前也有是有在 其他的委员也有在调查当中 不过如果没有定验 我们不能这样说 那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议员当中也有 议员不管是国民党 甚至民进党也有 他们也是诈领公费助理 像现在比较有名是台北市议员 有一位其他的党 因为诈领助理费 定验之后 民进党有一位赶快补上去 结果只做两个月 大概就要再补选 现在有好几起类似的案例 所以事实上公费助理的部分 他的这个轨迹 就是说领这个薪资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程序 是非常清楚的 那所以按照我们立法院内部的 这个管理规矩 如果说他公费助理 确实没有到 这个公费助理应该上班 譬如说我们是上五天班 或是五天半的班的话 那就必须要跟他讲说 他在做什么事情 而不是只是挂一个人头了 那我觉得说在选举当中 大家会觉得说 尤其是他的发言人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民进党跟某某党核在一起 在攻击他 但是我觉得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一个公开透明机制的地方 如果高宏安委员愿意再更清楚来讲清楚 说他这个公费助理 他是不是真的有在立法院上班 那他处理的是哪些法案 因为高宏安如果认为他是科技 或是教育文化方面的助理 非常专业 那你要告诉很多人 让大家确定说 确定没错 他就是专任的 然后他就是公费 那如果没有说清楚 讲明白的话 我相信包括新竹市的选民也好 或是包括在跑这个立法院的很多记者 他都会想要知道说 到底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要说清楚讲明白比较好 是 高宏安的发言人今天说 他们人证物证都有 都在搜集当中 大家也很想看到 赶快拿出证据来 来说服所有的选民 或是大家这个观众朋友 那另外也要请教摩依 摩依以后做机关 也是会有助理啦 这件事情非同稍可 来看一下高宏安 他其实昨天发布的这个声明当中 有四点 包括再度强调说 绝对没有诈铃 而且助理真的是有在执行工作 他是说前助理 看来这位Jack 目前是已经没有在担任 他的这个公费的助理了 好 那高宏安最后一点 又把矛头指向民进党 他说根据消息人士指出 绿营高层会关切 检调的调查进度 逆转新竹市长的选情 难道他过去请公费助理 也是民进党叫他去找Jack了吗 这个感觉起来不太合逻辑吧 摩依 其实昨天高宏安委员 他面对这个质疑 他一贯说是民进党动用这个国家机器的 这样子的抹黑方式 结果新闻爆出来 发现是民众党的人士去给他爆料 去调查局检举的 所以由此可见 其实就连民众党内部的人士 我想他们可能也是看不太下去 有这样子的决动 看不惯这样的作为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呼吁高宏安委员 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我们不会去关心说委员私领域的部分 因为这毕竟每一个人对私领域都有固定的 这样子的保障问题 我们给予绝对的尊重 但是我觉得如果涉及了违法争议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诈领助理费的这样问题 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是国会助理出身 我也是公费的 国会的公费助理 所以每一样的这个事情工作其实是非常繁杂的 因为委员要负责的事情要非常非常多 所以每一个办公室有人负责行政 有人负责法案 甚至有人负责是地方的组织行程 如果是选区区域立委的话 那我觉得国会助理的薪水 一直以来他都是用立法院的这个费用 去拨款提供的 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国会助理出身 所以每个月的助理薪水 都是直接从立法院拨入 这个公费助理的这个户头 所以纳税人竟然说是 国库资助这个助理的薪水 那我们当然就有权利会去调查说 立法委员的助理是不是真的有从事 这个助理政当的这个工作 所以如果没有 纳税人的钱 那当然就有 如果他没有在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你当然就有诈领助理费的这样子的嫌疑 那我觉得甚至如果调查局都已经介入调查了 那我觉得作为县市长的候选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只要说清楚 讲明白就好 不是永远都在用逃避的方式 觉得说人家在动用国家机器 要来抹黑他 其实这也不禁让人家想到说 这就跟2018年跟2020年的韩国语一样 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知道说 民众党的双标 只有他们可以 别人不可以 那过去民进党有发生什么样的争议的时候 民党都会说 民众党他们都会说 你就出来说清楚就好啦 那同样的道理 今天你一样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清楚 讲明白就好了 而且这个也不是不能查证 如果委员自己本身他真的想要自清澄清的话 他其实可以到立法院的人事处 去来做一个证明的这个动作 那面对法律自己的疑虑的话 就不要说民进党是什么塔绿班 说别人是侧翼 点名这些人都是国家机器人的追杀 甚至说这是蓝绿合作 要做这个样子的弃保动作 我相信很多选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而且你也不要把新竹市民都当作是白痴 这个公费助理 这个因为摩尼也当过 非常清楚整个法规 公费助理是不能够去兼差的 不过如果根据说这位爆料人 他曝光高宏安男友收入的单据 其中一份是立法院的薪资 那另外一份 这个基金会的六位数的收入 六位数 雅万块也是六位数 九十几万也是六位数 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兼什么 这个当然都还有待查证 不过我想请教瑞德哥补充的是 刚才摩尼有点到 这件事情虽然高宏安昨天声明说什么 绿营高层关切检调调查的进度 但是问题是今天被爆出来的 听说是民众党自己人去检举的 这些新闻有下来 传出民众党内部人士上个月已经去检举了 然后昨天其实各个电视台都有去采访这位 前民众党的人士林冠年 因为好像是因为酒驾的关系被开除党籍了 不过他是怎么样告诉记者的 他说他有接到律师 请他去调查站说明 这件事应该是来自民众党内部的爆料 所以这高宏安不能再扯什么蓝绿抹黑 这有可能是自己人窩里反 高宏安试图要想把这件事情给政治化 所以故意讲了一句说 据消息人士透露什么绿营高层关切等等 请问是绿营哪一个高层 是哪一个高层绿营高层还会跟你透露吗 绿营高层跟你对不对 还有跟柯文哲 那应该虽然不至于不共戴天 不过应该也不是朋友吧 这时候怎么会跟你透露相关的讯息 让你知道还来打绿营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么这个跟动用国家机器一样 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嘛 就是试图把它往这个 等于说这个政治化的方向去推嘛 说这个绿营高层政府想要干涉这个司法啦 然后指导什么东西 这你都知道啊 你都知道对吧 那么如果你那么厉害那么清楚的话 那这件事情你应该在前天 第一时间林根人爆料的时候 那一天你不就是应该准备好了以后 就要吃了心里坦荡荡 说什么都OK 不要只会骂人家说什么 当选几率极低 用这样的话去贬义人嘛 我们不要听你讲那些有的没的 很没有风度 我们要听你讲大概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对你们这个男女之间的八卦 或者是情爱啊 个人的私生活 我没有我没有兴趣 是 我想坦白 那个不是说是要我们讨论 那是私领域 那个私领域 我们大家都没事 男未婚女未嫁 你要干什么人 都没关系 对吧 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问题是 今天不是你私领域私生活的事情 今天是林庚人 那不是家宰是中国国民党出来爆料 你民进党出来爆料 国家机器动用 又是国家机器 政治魔黑政治追杀 然后选举没那么人性 那你的老板 两个老板 其中一个叫柯文哲 就出来讲说 民进党都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吗 今天是中国国民党的林庚人 你昨天怎么会把林庚人打成 好像变成灰色 说什么跟民进党在一起 我不知道这什么逻辑就对了 国民党当然跟民进党 是不一样的政党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 只要真金不怕火炼 坦荡荡高宏安就出来 既然他的发言人都说 他们准备了人证物证齐全 那马上出来啊 对赶快拿出来给大家看 你已经齐全了 还要等到更齐全吗 还要等到这个新闻 不断的发沙发沙 伤害到你高宏安的 这个选情跟民调 对不对 然后你才要出来 赶快出来嘛 准备 要是我的话 我直接请那位 开着Lexus的车子 载你跑行程的理性男子 不管他是不是你男朋友 马上就出来一起作证 我坦荡荡啊 我没什么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嘛 我就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嘛 从2020年开始 到2021年 一年一个月 那么理性男子 当他的这个相关的助理啊 而且是公费助理啊 那么你有做事情 然后呢 在这段一年一个月的 公费助理期间 没有领一毛钱 任何别人的薪资 或任何的资助 那不就好了吗 那不就好了吗 一翻两瞪眼嘛 他在当这个高宏安的立委 助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离开鸿海 鸿海是之前的事 是他到美国留学之前的事啊 在那个地方 他跟高宏安认识 那么可是问题是 既然没有 既然没有 而且就理性男子 事实上人家结婚 是在那个时候的事 他当立法院的助理 已经离婚了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私生活 私领域部分 我觉得没有什么 好攻击他瑕疵的部分嘛 可问题就在于 我们现在质疑的 还有社会 你必须跟社会交代 不是这个私生活 而是到底 有没有领公费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助理的薪水 而事实上 你不是做这个事情 不是做助理的事 那第二个是 领了公费的这个薪水 有没有去别的地方 又兼职 又领别的钱 还有第三个是 现在卷取人所说的那种 听起来有点害人 其实我们早在 很早之前都听过了 相关的这个检举内容 那个民间基金会的 那个每个月的相关的钱 是有点吓人 六位数 各位六位数是蛮大的 十万到九十几万 十万到 如果我常释放钱 六位数被我太太知道 那个不得了的 你知道吗 六位数是这么大的 对不对 到底这六位数 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 六位数的这个基金 会要给你钱 这是大家会起疑斗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高宏安现在在选新竹市长 对 他可能成为真正的新竹市长 我告诉大家 他在去年当了民众党的新竹市党部主委之后 他的那一栋大楼 也那栋成租的那个党部 也就是他自己本身 不是那个候选人酒驾交保 他太太是黄东 四层楼可以变成七层楼的那栋大楼 对不对 长高 不要忘记他的门口有一个鹿坝 对不对 占用鹿坝 上面用水泥 摩托空起来 占用机车停车格 上面就写个民众党 很简单嘛 这个是公家的事情 这个不是你私人的事情 你如果今天不是写民众党 是写说那个房东自己的事情 我没有意见 那个应该是房东要出来道歉 可是写民众党的话 你高宏安要出来道歉 请问你有没有道歉 拆掉 他当时面对媒体这个质问的时候 他也说那是房东私人的土地啊 他有没有后来证实是鹿坝 警方把他拆掉 他也没有出来公开道歉 你还没做新的市场就这样 我问你做新的市场会怎样 然后现在你的助理 有这个疑惑 大家疑惑的是 那这个钱的问题 你要不要交代的清清楚 我觉得高宏安出来 不要再讲那奇怪的话了 高宏安不讲话 民调不会掉 你知道吗 他从讲话从失言 从要调侃林治坚的中华大学业经部 一直到匪陶匪 一直到你看远离是非之地的新竹 一直到昨天说 林根仁那个当选基地非常的低 你看人没有啊 你怎么看人没有这样 我说他把林根仁再怎么样 百足自从死而不僵 国民党有组织的 你高宏安全部是空气票 你怎么傲慢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事实上呢 现在高宏安 如果再出来开记者会 麻烦一下 人证物证 包括各式各样的单据 包括理性男子 他相关的收入的这个报税通 那要不要理性男子自己决定 那是你的个人的权利 那你要决定 然后还有就是 最好当事人就在旁边 让记者问保问满 你知道吗 让记者问不到 那你就成功了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成功了嘛 然后最好呢 那个郭董当时的 鸿海的这个发言人 可以来讲一下话嘛 然后这不就无懈可及了吗 是啊 不是从前天都突然间消声逆击 都没声音 咱出来开一个 大家三条线很多问号的 更多问号的这个记者说 完全合法 完全合理 完全合法 你说一大堆问题 你都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你现在拿出来 然后立刻就跟你 当时你要去美国西新纳提 那么读书的时候的 有没有相关的 知识会的相关的申请书 跟这个相关的 这个兼职的这个申请书 全部拿出来 大家就打起来就点了嘛 是啊 其实刚才上次瑞德哥讲到 高宏安本身 自己就是有这个 在知识会工作 是不是有到科制兼职 这个风波还没有结束 那现在又被爆出说 他过去请的这个公费助理 这一名Jack疑似呢 好像也有这个兼差的嫌疑 现在大家都在追啦 这两件事 非同小可 这都跟我们纳税人的钱有关 那上市立法院的资深前辈 柯建民他就说 他觉得高宏安这一次 麻烦大了 这一关看起来恐怕不妙 这不能再说国家机器 绿色恐怖了吧 来这件事情 高宏安要怎么样 说清楚讲明白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讨论 我这里非常非常痛 痛到就是你没有办法讲话 马上冲进一间嘉一科 我觉得我真的得脑瘤了 我是不是脑鞋把我堵塞 可是我一直又正常 噼里啪啦把所有故事都讲完 然后医生就看着我 然后就说